11月30日至12月1日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在迪拜出席世界气候行动峰会 并发表致辞 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 对阿林球举办世界气候行动峰会的良好祝愿 强调习近平主席对阿林球 作为COP28主席国 积极引领绿色低碳转型 大力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表示高度赞赏 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丁薛祥指出 八年前 习近平主席与各国领导人一道 以最大政治决心和智慧 达成巴黎协定 开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 中国一直重信守诺 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中方大力推进绿色发展 能源革命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 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丁薛祥强调 气候变化挑战面前 人类命运与共 各方应增强 共同应对的决心和能力 践行多边主义 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及其巴黎协定 确定的目标和原则 加强团结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加速绿色转型 积极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 推动传统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 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强化落实行动 充分兑现已有承诺 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切实加大 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 以行动化愿景为现实 与会期间 丁学祥分别会见了 阿林球总统穆罕默德 赞比亚总统西齐莱玛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凯内尔 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就加强双边合作 推动全球治理等交换意见 丁学祥表示 中国愿与各方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 加强战略对接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 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和引领者 将持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 推动建立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 中方应对气候变化 取得的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 认为中国是应对 气候变化的践行派 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等 国际问题上秉持的公正立场 表示将同中方携手努力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世界和平繁荣发展